于迟鄉新城村仰林社区关怀据点先前因为缺少事工的关系因此停办 而在于迟鄉公所以及普里基督教议院合作之下 日前举办茶香试制社区服务据点揭幕启用 古迟在整个大普里地区开设了将近三十几个据点 就是应地方的要求 那也徐迟鄉的乡长 刘乡长也非常积极的在跟我们医院接洽 那其实这个长照站要设得好 不是靠医院单方面 也要靠乡亲他们自己的努力 有意愿 否则我们设个站他们都不来也是没有办法成功 那所以从这个乡长开始到村长他们都很积极 医院也很帮忙 所以我们能够有机会来这边服务我们的乡村 心情受到人手影响 因此原先的社区关怀据点停办 而现在在普里基督教议院的进驻之下 不但重新启用 也让地方相当的开心 社区本来就有关怀据点 那是因为志工的问题 所以我们关怀据点就停了 那还好是普吉现在有这个长照的课程 所以我们的长辈都非常的开心 也非常的好 也感谢乡公所真的很配合 爸爸有失智的这个情况 来这边以后 那普吉跟这个失智教师能帮我们做个照料 让我们能够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 那爸爸的失智也没有退得那么快 新移民王秋处肯定普吉 公所以及社区的用心 也希望据点启用之后能够为社区长辈 带来更多的福利 台湘十字关怀据点 今天来办理到我们的街牌仪式 非常感谢我们的管政府 以及到我们的普吉 普吉祖教医院 可以照顾到我们的习弟兄的这些老人 让他们来在这里学到很好的课程 可以来在这里学到夏日卫度 或是说我们的手工艺 真的很好 让他们不需要自己在家里看电视 看着买来都给电视看 这是让他们可以接受自己在家里无聊 可以来这里大家寒暄 来这里有讲话 非常感谢 可以照顾到我们的地乡 相信在普吉与社区共同合作之下 十字关怀据点不但能够服务更多的长辈 也能够提升地方承招服务 记者邱品逸于此采访报导